這日黎諾爾和廖碧儀以推廣大使的身份 出席青少年粵劇推廣活動 希望粵劇文化可以吸引到更多年輕人 諾爾還說 香港一些獨有的本土文化真是很珍貴 希望可以好好保留 我經常都覺得粵劇是一個很有趣的活動 一個藝術 可以推崇中國文化 也是我們香港一些很特色的文化 我想你的年紀未必見過 小時候你有沒有去過那些搭棚那些 那些天后彈 那些天后彈 外面有很多東西玩的 有很多東西買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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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那時候我們會偷偷看別人的大老官 那些名寧去看表演 但現在少了 現在因為香港土地問題的東西是少了 但我覺得這個文化是我們香港很獨有 還有搭棚是我們香港才有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保持著幾樣我們特色的文化 所以說搭棚、粵劇、所有東西都希望回大道 樂意幾乎泛泛都涉足過 只不過粵劇這門藝術 樂意就說自己還未能夠駕馭 其實粵劇是一個自信心、造型很漂亮 因為架是要很漂亮才能做到粵劇 不可以像我們拍時裝劇 粵劇是一個架、工架很漂亮 所以常常說台上一秒鐘、台下三年功 其實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尊重所有粵劇界的 因為現在我也認識了兩個年輕人 粵劇界的 他們很厲害的聲音 他們一開始的聲音 他們用的聲音很好 我常常說人生做得最不好的 就是有幾樣東西沒有學的 就是國語、舞學好和唱歌 我常常說唱歌是最容易感染到觀眾 這是我遺憾的 現在在法國讀書的Bernice 剛剛回香港過聖誕 樂儀也把握機會 說想和Bernice合作一個新節目 我看到樂儀剛剛也說想邀請你一齊 是的 你有品酒那麼聰明 跟她一齊可能有個節目的Cross Over 你可不可以嗎 我們在Live聊天 剛才我其實挺配合 我說是 其實F&B 即是Food and Beverage 是很配合的 尤其是現在 我覺得過了這三年之後 我們人會開始珍惜身邊的人多些 那個時間其實是最珍貴的 沒錯 那變成你想吃得開心點 那個時間過得開心點 其實你配美一點的酒 配合那個食物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環節 是的 那期待會不會有這個Cross Over 是的 即是我們在這裡Cross Over 他煮東西吃完之後 他飛去法國和我Cross Over 喝東西 OK